为了开发当时上线荒凉的梅村南郊 邹家还在南面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私家园池 西水别叶 园池内建有水泻亭台 拱桥 回廊 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初那如芭蕉叶状的婆婆门 那门形曲线优美 凹凸有致 让人浮想连篇 这扇特殊的门是由邹茂章贤惠的妻子张氏设计的 据说张氏有着一幅阿诺多姿的身段 还有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 是个美妙绝伦的才女 她为邹家玄美娶媳妇都要求像她一样才貌双全 她以这扇门作为衡量身材的标准 要想通过此门的考验 除了要有良好的身段外 还要有姿态方面的锻炼